另外在带您看到晋升太空科技公司在台东达人南田村非法试射火箭 由于该公司为行文告知台东县政府 也没有提交管制及应变的计划 凸显出业者草率形势 中央失能 县府无法客观的窘境 而先议员陈正宗在议会执行时特别提出来讨论 议员蔡玉玲更提出来要求县府做出专案报告 希望县府能够御用公权力 确实监督业者 业者自行发射火箭的这一幕 令人捏了把冷汗 虽然试射失败 却也凸显出目前法令的不足以缺陷 大家请坐 南田火箭试射这个部分 其实凸显了台中县政府对这个案件的无奈 我们连一般元宵节 一般节庆 我们都有所谓的烟火管制条例 你这么重大的一个开发 这么重大的火事发射的一个开发事业 竟然无法可管 请问一下 如果说2月13日当天火箭试射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呢 造成这么严重的公共的损失 这个责任谁要承担 其实凸显了整个针对火箭 不管是太空探测事业也好 或者是火箭发射事 这个过程是很草率的 由于台东县达仁乡南田村进行火箭试射的业者 事先并为知会台中县政府 也没有提交相关的管制及应变计划 议员城镇中痛批业者草率行事 当地的县议员蔡玉林 也利用议会临时会时 提案要求县府在下次的临时会 进行专案报告 如果我们这个太空产业 确定在我们境内的时候 台中县政府要如何因应这样的发展 第三个是以上本案 建议县政府在第八次临时会的时候 做这样的状案报告 地方也希望县府应该针对此事 与中央相关单位进行沟通 透过公权力的行使 确实监督业者做好相关的管制及应变措施 避免意外发生时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 记者看军委台东市报导